呃 兵力还可以吧 对面兽组的兵力好像有点多 但是我们这边有霸王龙啊 对吧 开了 霸王龙冲锋 所有的骑兵 全部冲锋 还有斯巴达也冲了起来 包括后面的弓箭手 我们的骑兵是第一时间这个跟对面交战 对面第一个接上来的是这个 兽毒巨人 加上这个兽毒士兵 霸王龙也冲了过来 霸王龙冲了这个不比骑兵慢 冲过来就是碾压要跟你说 那兽毒士兵也很强 我们看一下兽毒后面的这个主演巨人 包括这个矮人士兵 矮人走特别慢 主演巨人就更不用说了 到战场的话有点慢 我们现在战损笔 战损笔是一模一样的 这谁能赢还真说不清楚 因为我们的后排都没有到 所有的这个弓箭手也没有到 包括敌方的这个主演巨人也没到 双方死人都特别快 双方已经死了超过三千人了 这边斯巴达还在奋战 很明显斯巴达这个不是巨人的对手 但是暴龙龙这边可以碾压一波 这个谁输谁赢真说不定啊 还有左边有这个一万青骑兵在冲锋 青骑兵好像冲不过去 被这个巨人卡住了 完全卡住了 骑兵对这个远程兵装比较有效 这边一片片的斯巴达也赶了过来 哇这霸王龙完全就是往里面推啊 霸王龙牛逼 右边有一点独忍巨人已经加入战场了 还有中间的矮人也冲了过来 矮人过来了 矮人吧属于狂战士 攻击力比较高 好这边独忍巨人在丢石头了 一丢一大片 还有这边的一万弓箭手已经开始输出了 漫天剑雨 右边的霸王龙这个还没有阵亡 还是有的 好像这个 兽族好像顶不住啊 霸王龙已经冲进来了 独远巨人也没有用 弓箭手好赖皮 独眼巨人也得弓箭手啊 这个剑雨我操 这谁射得了啊 这不用射的很准 随便乱射就可以了 矮人跟斯巴达搞起来了 我们可以操控一只这个独眼巨人玩一下 可以操控任意的一个兵种 骑兵 看一下 因为这个骑兵跑得快吗 现在兽族还有这个八千 斯巴达这边还有一万八 好像斯巴达这边这个火力比较猛 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这个弓箭手里的赖皮 赖皮 还有后面还有这个将近八千弓箭手 还没有输出呢 不过不一定啊 这个独眼巨人还没有发挥战力 右边的霸 霸王龙跟赖皮 500只霸王龙 估计只死了100只吧 还有400只霸王龙直接冲过去了 这矮人哪顶得住啊 赖皮了 这边独眼巨人好像也被骑兵冲锋了 所有的独眼巨人 哇万剑雨 这被射穿了呀 这哪打得过呀 哇 这个弓箭手太赖皮了 这完全就是一场屠杀 这边矮人就更不用说了 哪顶得住霸王龙 根本顶不住 再看一下这边 右边这个矮人跟斯巴达这个已经碰面了 但是没有用 这个敌军很多弓箭手在输出 漫天见语 包括骑兵在冲锋 斯巴达已经把这个 独眼巨人要包围了 还有霸王龙 已经要全灭了 好 右边的攻击手也跑了过来 一万只攻击手 攻击手一到的话输出的话就特别快 这边死的就特别快 来了 剑雨 这尸体都快堆成山了 后面还有很多弓箭手没有输出到 启杀了 古代士兵打现代士兵完全打不过的 哎呀观众朋友们这个玩不起的就不用理他们了 理他们没有用的 我最开始就调好了 兽族本来就比人族这个少一万人 自己要压 这个没有公平不公平的 这个谁都不知道谁会赢谁会输 你要觉得不公平 哇人族墙 那你怎么不压人族赢呢 是不是 那你还要压兽族赢呢 你不是智商有问题吗 对不对 所以不用理他们就好了 所有的数据都摆明了 你觉得哪边牛逼 你要压哪边吗